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新加坡的高级官员一同出访时 我对陆地以及海上的发展情况有了发自内心的感受 一名日本高级官员称 从中韩美军开始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极其坚定的军事扩张之时 我们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承诺深感担忧 这个不断重复的乐调很简单 西方正在变成一个不那么可靠的伙伴 这些盟友对一个屡次批评其最亲密伙伴 并谴责他们在房屋上吃白食的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他们还对面联托欧的虚弱 以及注意力分散的欧洲感到担忧 中国日益大胆的行动 还有一不太引人注意 但却极为令人担忧的方面 它似乎正在发展自身的海军能力 以控制太平洋更深入的地区 越是西方分析人士所谓的第二岛链 图为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从 地缘战略角度来思考中国时 岛链的战略是有用的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美国的规划者们已经勾画出第一岛链 从日本列岛到菲律宾直至东南亚 控制这条岛链以内的地区 是中国近期建设海军和导弹能力的目标 在美国官员警告说 中国的战略家们正变得更有雄心 想要得到了延伸至第二岛链的影响力 第二岛链 从日本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再到印尼 日本和新加坡 基本上是这些岛链南端和北端的重要国家 他们一直在通过训练 演习 以及军备采购 将自己的防御能力与美国相结合 他们正在寻求与印度建立更好的关系 因为太平洋和印度洋正日 立备是唯一一个单一的战略实体 这是美国对该地区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 但会有一些变化 首先 人们预计中国将着眼第三岛链 长期以来 这一直被视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后一条战略分界线 其次 一些分析人士开始讨论第四 甚至第五岛链 这两条岛链都在印度洋 印度洋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日历重要的区域 存在两条明显的印度洋链 第一条将从巴基斯坦南部中国在那里监视了瓜达尔深水港 到迪格加西亚岛 该岛受英国控制 美国将该岛作为对中亚的后勤基地 第五也是最后一条岛链 可以被认为是从非洲之脚 美国目前在那里保有重要的军事基地到南非的海岸 美军将其原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也就不足为其浪 每条岛链都将受到争夺 美国和中国的作战计划 都包含利用各个岛屿上的路径力量 向海上投射力量的方案 但这些都并不意味 美国将陷入一场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 最有用的内壁可能是19世纪英国与俄罗斯为控制南亚 而展开的所谓的大博弈 但在当今世间 美国和中国拥有更广霸的全球雄心 并且拥有更大的国际贸易帝国要保卫 控制这些岛链 可以压救两个大国中的任意一个战上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표현 感谢观看